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是北台湾最佳水土保持教学园区 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教育场域 在民国66年围拉台风的时候发生严重的土石流 在经过政府诊治后就从来没有再发生过相关的水土保持的灾害 市政府在诊治的过程当中除以防灾复旧的关联在座椅外 也加入景观游戏功能以及成为历史教育的教学场域的想法 建设成为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 桂子坑蕴藏高龄土粘土矿 日具时期就开始开采 生产的陶瓷品 北投烧 大豚烧 声名远播 桂子坑水土保持教学院改变之后 我们欢迎所有的台北市民 我们周边的环境改变了这么多 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桂子坑来走一走 我相信大家能够新逛生意 经过规划设计后 着力于四大整建重点 包含教学设施设置 解说设施更新 既有设施升级及油气设施设置 施工项目包含 互坡工法 隔粮互坡 溪流整治示范区 地毛示范区 泄水孔互动设施 新设木栈道 防落石炸 集水透水互动设施 排水沟示范区 铺面示范区 植物根系观察箱 以及园区步道改善为透水铺面 把书伐木及废弃木材 转换为再生资源 落石循环经济概念 目前由园区的长天使用 以及部分设施的老旧 以及为了增加一些更符合 现代水族保持教学观念的设施 所以我们在109年推动了 水土保持园区的再造工程 为了传递水土保持知识 强化环境永居观念 融合生态情境及绿能循环经济 新设施将比以往 更具清静性及互动性 油气参观动线也更加流畅 并分区施工 维护自然环境为目标 主要在本区的部分呢 我们是利用不同的一个工法 来进行编坡的一个保护工作 那像是利用石容的护坡 打装编炸及原木挡土炸 以及木牌装的一个护坡 以及组装编炸部分 来进行编坡的一个保护工作 那借由这些工法的施作呢 能够使坡面达到一个稳固的效果 那后续的一个先驱植物的一个进驻 及我们施作的相关的一个 坡面直升工程 能够达到一个稳固的一个工作 新设集水透水互动设施 以水铺满概念设计 收集渗透的雨水 作为集水汽水源 供民众循环使用 圆缺路面原本铺设的混泥土 也换成透水铺面 并取用梳伐木做铺面木屑 透过解说展示 让民众了解各种铺面的透水效果 以及透水 保水及水源 再利用的功能 传递循环经济观念 针对这个泄水拱固动设施呢 借由一个透明玻璃的 一个泡面展示的部分呢 使民众能够更了解到 挡土墙排水的一个功能 下雨的时候 针对那个挡土墙 后放水来的一个相关知识 我们这个地毛示范区的部分呢 从一开始的装孔 那跟后续的灌浆 跟放置相关的一个配件的部分 一直到完成 能够让民众了解到 我们在做地毛施工的一个相关过程 植物根系观察箱 让民众能透过玻璃 观察各种学徒 保持植物根系生长情形 那过去的 这个沉沙石积水的部分呢 排水受阻 导致蚊虫置身 诊见后呢 将我们原本的沉沙滋枕 及上温的排水功能 打造成一个 溪流整治的一个示范区 从上游到下游呢 完整呈现我们 野戏在整治之后的一个样态 将潜霸及库床工的一个形式展现出来 使民众能够更荧幕了然 未强化解说功能 重新规划解说设施牌面 透过自导式解说牌 民众能学习相关水保知识 及更加认识柜子坑环境 透过新种植的落雨松 水黄皮 乌旧 台湾榆木 丰富园区树木种类 由于柜子坑的特殊高领土土壤 年性大 透血性差 种植的工序也比过往严苛与繁琐 那我们特别选台湾榆木的树种 在这边做示种的一个工作 这棵榆木的种植方式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后续的其他树种也会按照这个方式 可以顺利的让它做一个 直栽的养护与成长 柜子坑它限定的土壤 它的状况是比较不好的 它通常是高领土的组成 所以我们有用一些就是 其他适合的沙子榔土 我们有做伴合的动作 园区与露营场间相连楼梯 狭窄陡峭不易行走 新设的枝字形木栈道 点通水保园区与露营场之间 与挡土墙排水互动区 拦截式防洛石网 串联为环状参观动线 让民众悠闲散步时 也能轻松获得水保相关知识 为让工程品质更趋完善 基层人员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我是森林系毕业的 没有工程相关的知识背景 所以我反而能够用一般民众的角度 跟视野去看待这些设施 这次工程我们使用的木栈道 是太平洋铁木 那为了确保木材的品质 我们也亲自到了木材厂 去挑选板材 一起运用我们过去林业的所学 相关知识的背景 一起把关让整个工程的品质更好 完工后的柜子坑水土保持园区 互动展示设施更趋完备 劳篮志工在解释水保知识 以及传递生态永续观念时 解说效果上也更具体 110年新增了很多水土保持清建工程 除了有一些新工法 还有一些新设施 能提供我们日后解说更丰富的题材 柜子坑水土保持教学园区的环境教育设施 让原本难懂的水保师做工法 都能浅显易懂 寓教于乐 成为一处兼具知性与休闲 人文与历史 水土保持与生态教育的多功能示范园区 让环境教育的美丽种子 持续不断地发芽茁壮